北韩用5架无人机日前进入了南韩的领空 还直闯首尔市区上空 触动南韩的敏感神经 南韩军方应对不力 搞不定北韩无人机入侵 也引发巨大的争议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 国防部长连番的道歉 而南韩军方现在还被质疑成了惊弓之鸟 连续两天 勿将鸟群跟气球当成了无人机 还大动作的派出战机巡逻 巨大的声响 再次把首都圈的居民吓坏 南韩国防部宣布斥资5600亿韩元 大概是台币136亿 要增强应对北韩无人机的战力 总统颖席月扬言报复北韩 而今天也罕见的公开行程 到国防研究所视察南韩无人机 跟国产武器的研发 警告北韩的意味相当浓厚 北韩无人机南下指导首尔市都心 南韩政府不敢大意 持续关闭边境瞭望台观光 南韩总统颖席月排开行程 召开紧急幕僚会议 实言要对北韩展开报复 尹薛强调若北韩派出一架无人机 南韩就该派出二到三架北上银机 释放强烈警告信号 29号中午 尹薛来到位于大田的国防科学研究所 南韩军事高层总动员陪同 要检视南韩无人机以及导弹等武器的研发状况 龙山总统府罕见公开总统行程 分析认为除了警告北韩 也是希望消除南韩大众的担忧 因为领空失守 南韩军方应对不力遭到检讨 如今还成了惊弓之鸟 南韩军民27号下午收到无人机注意通报 隔天深夜首都城居民又被空中战机巨响下醒 南韩军方解释 由于捕捉到不明飞行物踪击 才会出动F15K战斗机巡逻 不过事后证实 只是鸟群和气球飞过 都是虚情一场 提升探测和追击无人机的能力 成为南韩军方一大课题 29号南韩联餐临时启动防空联合演习 把北韩无人机当成了假想敌 南韩国防部宣布 未来五年内将投入5600亿韩元 折合新台币136亿的预算 增强应对北韩无人机的战力 南韩计划在2027年之前 完成能够将无人机击落的防空雷达部署 还有使用国产技术研发以干扰电波 使无人机失效的武器系统 硬砂软砂体系双管齐下 只是现在才如此亡羊补牢 南韩朝野又掀起激烈攻防 南韩国防部事后沉清 北韩无人机并没有侵犯龙山总统府进飞区 中央也把军队应对战力不足定调为前朝过失 在野党把炮火对准总统尹习岳的强硬宣战 担忧引发新一波恐慌 因为南韩国安破大洞 眼前不仅有北韩威胁 还疑似遭到中国大陆间谍渗透 根据南韩媒体报道 首尔汉江旁这座三层楼高的中餐厅 可能是中国大陆海外秘密警察局在韩据点 南韩情报单位已经介入调查 南韩记者寻线找到餐厅位于如一岛的办公室总部 这门口挂的却是大陆央视招牌 翻看盈利登机内容也都和媒体拍摄有关 不见餐饮事业 大楼相关人士透露 该办公室另外聘请专属清洁员打扫 拒绝与大楼共用 中餐厅负责人事后被起底 是中国在韩侨明协会总会长王海君 王海君29号下午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喊冤 指控遭到南韩媒体抹黑 餐厅员工和家人都受到生命威胁 预告31号将召开另一场大型说明会 只是仅限制100名媒体观众参加 每人还得先缴交3万韩元入场费 出乎意料的操作也让人物理看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